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的女主角安娜由貌美的格莱贝饰演 女主安娜是一个放纵不积爱自由的女孩子 她喜欢享受独立的生活 不受世俗的影响 活得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段让人热血喷张的画面 安娜背着醉酒的线男友与前男友在厨房里做着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惊险刺激但又不敢发出声音 害怕惊动在隔壁的线男友 作为观众在大呼一声刺激的同时 也不由地替安娜捏了一把冷汗 男友不要清醒过来发现他们的情势 时间重新回到了五年前 那时的安娜还不是现在的样子 她相信爱情 并且拥有一段美好而纯真的爱情 彼时的她和男友约安两个人爱得如交似漆 再加上约安长相帅气 身材也一级的棒 对安娜也十分的用心 平常不随便搭讪女生 在安娜眼中可谓是完美男友了 但生活就是处处充满了意外的狗血剧 约安第一次违背了和她的约定 却也是最后一次 这个曾经的完美男人 突然消失在了安娜的生活中 安娜也从未想过她会突然离开 还是在两个人约定三个月的北极探险期限后 安娜就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就好像她从未来过一样 安娜始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时间过得很快 五年过去 安娜也渐渐接受了约安离开自己的事实 安娜开始试着去忘记她 用各种方法 她会姿态妖娆地混迹在酒吧里 在酒吧里认识不同的男人 尝试和不同的男人上床 但丝毫没有感情的做爱 是没有任何的质量的 这样非但不能帮她忘记冤安 还使她陷入了情感的恶循环 越是想忘 越是想起 想起后 越是痛苦 痛苦只会使她的记忆更加的牢固 一次偶然的机会 安娜在酒吧里遇到了弗兰克 弗兰克是一个印度裔 两个人在做爱时 弗兰克黑色的皮肤 与安娜洁白的皮肤 是那样的相得益彰 安娜和她也算得上是心灵身体的相容吧 弗兰克是个很会照顾人的男人 同时安娜也和她十分谈得来 但不同于约安的是 弗兰克没有冒险精神 她是个喜欢安定的男人 两个人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渐渐的彼此也适应了对方的存在 所以在安娜有了自己的公寓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让她搬过来一起住 新房子总还是要装修一下的 两个人为他们的爱潮 选择了粉红色的涂料 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果然是不假 刚开始 两个人还是在正正紧紧的干活 但干活时 两个人总是似有若无的身体接触 撩拨的两个人之间的温度迅速升高 这种事 气氛到了肯定是挡也挡不住的 两个人就情不自禁的在新房发生了关系 可生活就是没有最狗血 只有更狗血 他们刚亲热玩 谁知请的搬家工人竟提前来了 两个人匆忙的穿上衣服 安娜打开门一看 搬家的工人中竟然有自己的前男友约安 约安看到衣服还未穿戴整齐的安娜 也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之后她也只是尴尬地表示 回来晚了是她的损失 约安的再次出现 让安娜原本已经沉浸的心再次开始沸腾 在与约安再次见面后 安娜虽然还保持着和弗兰克原本的关系 却没有再让弗兰克入住她的新公寓 而是选择找一位合租的室友 没过多久 安娜找到了合适的室友 是一个名叫加密拉的美女 入住公寓后 加密拉在他们的公寓举办了派对 庆祝自己的乔迁 这时约安竟然来找安娜了 约安将安娜从房间里叫了出来 说找到了一只她的鞋子 专门拿来给她试试看 而另一边 弗兰克也看到了安娜被约安叫了出去 她随后也跟了出去 虽然她知道安娜和男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 却没有当面质问安娜 而是将她叫了回去 安娜被弗兰克拉进派对中 再回到派对中的安娜心情很低落 她想到了和约安之前很多开心的往事 第二天 约安再次来到公寓找安娜 说昨晚离开后她心情很难过 看着安娜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她心里很不适滋味 两个人曾经的浓情秘义瞬间被唤醒 安娜竟主动钻进了她的衣服 开始望我的亲吻约安 他们正在亲热时 昨晚因为喝酒流速在公寓的弗兰克醒了 她叫着安娜的名字 约安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不太合适 在她慌忙逃走前 在公寓的墙上写了她的电话号码 但却被弗兰克看到后 弗兰克毫不犹豫地将号码擦掉了 虽然安娜并没有和约安和好 可是她的心早已经飞去了她那里 这边与弗兰克的关系也是让她苦恼不堪 而这次的事 刚好给了安娜了结这段关系的决心 安娜也借此和弗兰克提出了分手 就在她以为可以去找约安再去前缘的时候 约安再一次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之后她试了很多方法 却一直没有找到约安 有句老话说得好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因为感情上一再的失忆 让安娜决心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毕竟只有工作是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 安娜参加了一个剧院举办的服装大赛 并且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创作获得了成功 同时也遇到了自己事业上的贵人 得到了贵人的赏识 并邀请她前往巴黎参加更加重要的工作 安娜的第一份工作 是以鸟为主题 为一家剧院设计全套的演出服装 安娜因为之前并没有做过这种主题的设计 就想到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各种鸟的样子 以及它平常的形态 将它们和服装结合在一起 设计出自己的服装 完成设计图后 安娜马上投入到了服装的制作中 一天晚上 安娜正在公寓赶制服装的时候 加米拉带了一个男人回来 还向她介绍那是她的男友艾伯特 他们两个刚进门就开始亲热 也不管安娜在场会不会感到尴尬 最后还是在安娜的抗议下 他们才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加米拉的房间 安娜眼看着自己是不能好好做衣服了 正打算洗漱后休息 这时加米拉却从房间里出来了 到洗漱间问安娜接避孕套 安娜心里飞过一阵白眼 加米拉回到房间后 两个人又开始调形作爱 他们也丝毫没有顾及安娜是否会听到声音 房间里是不是发出欢爱的声音 搅得安娜春心荡漾 实在让人待不住啊 安娜竟直接透过房间的门缝上偷看他们 加米拉穿着性感的情趣内衣 在男友面前极尽展现自己的魅力 看得安娜也是面红耳赤 同时将她内心的情欲彻底释放了出来 安娜回到房间后 刚才的画面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想起自己和约安在一起亲热的画面 却也只能通过抚摸自己的身体来安慰自己 很快 安娜完成了剧院的服装制作 同时她也决定去巴黎工作 彻底地离开这里 至于自己的房间 安娜只能选择出租出去 这天 加米拉兴奋地跑来告诉安娜 她遇到了一个正在找房子的大帅哥 这种福利 加米拉自然是不肯轻易放弃的 因为自己去巴黎的计划 安娜自然是很同意租给她的 爽快地让她周六来拿钥匙就可以 但当那天她看到加米拉口中的帅哥时 彻底傻眼了 来人正是自己找了很久的约安 安娜十分的气愤 不明白她第一次的不告而别 又再次出现撩拨自己 把自己搞得深陷其中后 又没有留下一句解释 又一次消失不见 她自始至终都不能理解约安的做法 但约安却反过来责问安娜 没有给她打电话 安娜并没有告诉联系方式被弗兰克毁了 只是向她解释 是自己弄丢了她的联系方式 两个人算是解开了误会 约安在送安娜离开时 两个人在楼梯上情不自禁地接吻了 就在约安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 最终还是被安娜拒绝了 她觉得这次她的离开 对约安也是一个考验 如果三个月 她能抵挡住加米拉的勾引 自己也许会选择再次相信她 来到巴黎的安娜 很快适应了这里摩登的生活 还有了新的朋友索菲 索菲是一名保持独身生活的演员 他们一起逛街 一起游玩 在一起相谈甚欢 生活之余 安娜想给约安寄明信片 问候一下她的情况 但最后还是放弃主动联系约安 安娜在巴黎工作时 认识了一个男演员皮埃尔 她还企图勾引安娜 想和安娜发生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遭到了安娜 直接了当地拒绝 那是因为安娜心中 还忘不了约安 忘不了的不仅仅只有安娜 还有约安 约安同样也时刻想着安娜 心中彼此有对方的两个人 同时拿起了手机 给对方打电话 结果两个人都没接通 不免有些失望 晚上安娜回忆起了 她和约安亲热的画面 不免有些上头 而另一边 约安也在思念着安娜 为了缓解身体的燥热 约安只能通过洗澡 缓解身体对安娜的渴望 但不怕贼偷 只怕贼惦记 和约安同住的加密拉 可不会就这样 白白放过一个帅哥 加密拉使出浑身的泄疏 勾引约安 甚至直接穿着约安的浴袍 唱歌勾引约安 即使是这样 约安还是拒绝了 加密拉的主动勾引 不可否认 加密拉身材很性感 但约安说 自己并不想因此 破坏他们正常的关系 加密拉劝说约安 这都是成年人 彼此之间的生理需求 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 最后约安在 半推半就的情况下 还是从了加密拉 加密拉和约安 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勾搭上了 第二天 加密拉接到了安娜的电话 安娜想让加密拉 帮自己盯着约安 加密拉却骗了安娜 告诉安娜 约安一直都是一个人 还让她不要担心 加密拉对安娜说 她很想念爱博特 安娜鼓励她选择爱博特 但加密拉认为太晚了 两个女孩互诉心肠 他们因为男人而哭 但因为有朋友 可以分享而开心 这天 索菲主动找到安娜聊天 她告诉安娜 自己和皮埃尔之前 是恋人关系 爱情就是一杯甜蜜的毒药 即使生活独立 有思想的他们也不能幸免 索菲希望可以和安娜 互相安慰 还借机亲吻了安娜 安娜刚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抗拒的 但还是在索菲的软磨硬泡下 渐渐接受了索菲 就这样 安娜和索菲确定了关系 两个人相互满足 相互慰藉 他们做彼此在巴黎的唯一知己 而远在另一个城市 渐安则和加密拉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在两个人的一次谈话中 渐安承认她心中一直都有人 加密拉问那个人是谁 渐安没有一丝隐瞒 大方地承认心里的人是安娜 渐安也向加密拉坦白 其实她和安娜已经认识很久了 只是她搞砸了他们之间的一切 之后 渐安决定搬离公寓 加密拉让渐安再陪她一晚 什么都不做 只是单纯地待着 而在巴黎的安娜同样也过得不开心 与索菲的感情让安娜感到不安 她怕自己形成习惯 一直想要从陌生人那儿寻找快感 于是决定回去找渐安 但当她回去时 看到渐安和加密拉在一起时 安娜愤怒地出走了 她越想越气 直接一个人跑去喝酒了 喝醉后晕倒在了超市 被一个男人拉进车内 影片又会怎么发展下去呢 这个男人又是谁呢 看过电影后你就会知道了 其实真正投入一段感情的美好 恋情失去后 对爱人带着怨恨的怀念 用来麻痹自己的放纵 面对差强人意的心恋人 自我催眠般的虚假满足 旧爱出现时的伤痛矛盾 以工作出示自己的短暂振奋 逃离过往后 却又一次次在对过往的回忆和留恋中迷失 其实 整个片子所想表达的 早已经包含在片名当中 她和情欲无关 和性爱无关 她只是想讲述一个女孩子的生活 一个女孩子的爱情 一个女孩子的一切 影片用爱支撑着所有的欲望 我们都值得思考 性若演变成了游戏般的纵情声色 沦为满足生理需要 慰藉灵魂空虚的方式 那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丹妹 我们下期再见